藏是保障的意思 说明什么 我们的心地有无穷无尽的保障 像大地下面有无量无边的矿产之源 你看现在雪梨 雪梨你买块地 还贵得不得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 大地也从来没有跟我说 没有跟我们讲 为什么我现在变成这个样的呢 你看现在这个 我们看这个地球里面的 有金啊 有财宝啊 种种啊 全部都在里面 很多人都在向这个地方去追求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地藏菩萨这个藏含藏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我们的心地含藏了保障 而且这个保障是无尽无穷尽虚空 变法其一切佛法一事法一切功德都是在其中啊 你要修功德 你要修功德 功德要从哪里来的 从这个来的啊 从你的心地啊 没有比这个功德更不可思议的 只要你开法 你自己的那种心地就是我们的孝敬一切法门 孝敬一切众生 你那个保障 世出世间一切法 你都没有障碍了 真的啊 只要你能够开发 你那个自己的心地 就是你那个孝敬 你那个菩提心 你在这个世上 无论在世法佛法 你还会有障碍吗 没有障碍了 哪有的障碍啊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烦恼 今天我们学佛为什么这么多的障碍 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上 为什么这么多的障碍 这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烦恼 什么原因呢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世事的真相 无论你在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善缘也好 恶缘也好 一切障碍都不会来障碍我们的 谁能够障碍我们 没有啊 你的菩提心已经发出来了 你还会跟众生 遇到一些事情 脾气起来了 成为先起来了 不高兴 讨厌 种种的 你还会有吗 那不会有的 你看到哪一些人 你会说 我讨厌你 我不喜欢你 会有吗 你有没有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我讨厌你 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很讨厌你 毕章菩萨我今天很讨厌你 没有啊 为什么对别人你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不要说别人 说你的老公 说你的先生 说你的太太 有没有我今天很讨厌他 我讨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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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的 一切众生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一切众生都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一切众生都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的 你还会对他批评厌恶吗 你那个恭敬性才是真的 属于你说我今天要学习什么恭敬性 对一切万物对一切法对一切众生 无论好人坏人 你那个恭敬性都是平等的 那你的恭敬性是真的 今天如果我们在这边念佛 看到阿弥陀这么恭敬 看到我讨厌的人不恭敬 那你的恭敬性是假的 只是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而已 这个叫做什么 玩弄佛法 那今天你想一想 你看看你自己 修学的这一段时间 这几年下来 你的恭敬性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菩提性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孝敬的性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模了然 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宝藏在这个地方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的功德 寒常无尽的功德 一切功德都是从这个地方而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